我们来看这个92年第一次国中基本学历测验单选第七题 有关于这个分数的四则运算 题目说呢 1加三分之一 除以三分之一减一 再乘以八分之三 好基本上它是一个乘跟除的 那我们就先把括号里面先把它算出来 1加三分之一 这个就是三分之四 除先不要变 还是写除 三分之一减一 不够减不够减是负的 负的三分之二 再乘以八分之三 请特别注意这里 这里这两个三千万先不要约掉 约掉很有可能会算错 那再来呢 有成跟除的呢 你就先把它全部都改成连成 把除改成成 这里呢乘上它的导数负的二分之三 乘以八分之三 为什么这两个三 后面这个负三分之二跟八分之三的三不能约分 因为把除改成成之后 它这个三呢是在分子 是没有办法约分的 全部都变成连成之后 再来约分 四跟八约分 四一四四二八 三跟三约分 所以这个乘起来呢 就变成负的四分之三 所以答案选A 这个选项 就是这个乖 这一目是